游戏中的好兄弟到底是该怎么做的 咱们这局就告诉大家 如果自己的队友嘎了好几次 作为好兄弟该怎么安慰他 队友连嘎了好几次 这次呢给他带东西 他上把掉东西给他捡回来了 这么一听 连找大妈支骨头都不支了 音游戏就一顿喘 这局呢我们是复活在六号点地下的 准备直接去泵房 来到泵房以后就听到六号点有人过去红卡房了 哇这局人多呀 先在这边听一下清晰 找一下刚才那个脚步声到底去哪了 这时候看到红卡房有人要去开红卡 红卡死一个 直接给他干干了 应该红卡里边可能还会有人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 我们得去另外一边绕过去 先绕到小学屋排查一下 确定小学屋没人 这个时候就可以往红卡里边灌几颗雷 停下脚步 一颗不够再来一颗 哭了 有人哭了 哭了说明就炸到了 我们得上去看看 我上来了 我过来了 绿卡和黑卡打得好激烈呀 我开红卡门 砰砰响 我们先把这边边人给他清掉吧 这个时候应该我先上去了 让队友在后边 队友已经嘎过好几次了 里边爬的个人应该是被炸死的 好墙角里边还有一个 死了死了都死了 两个人全部嘎掉了 两把枪 然后把队友叫过来 让队友舔包 有一把 M4什么的 你先舔了 一会儿 我去打架去 你看情况不行就溜吧 你先薄个本吧 你连死好几把了 让队友先填满 填满以后我去清一下黑卡方向 不然的话 他连嘎四五把的话 现在可能会崩 我们直接就去黑卡方 准备先把蓝卡清一下 从六点过来以后到了AB半就听到脚步声了 脚步声很重 在主电梯 蓝卡房的上方 二楼 应该是从黑卡或者是 绿卡方向 机房方向打完架过来了 在这边可能整理一下装备 整理差不多可能就从这边溜走了 我们得赶紧上去 看看什么情况 上边的门果然是关着的 我踩这个铁的楼梯肯定是被听见了 一点点找吧 只知道这个人在这附近 但是具体在哪里 具体点是不清楚的 小心点 一点点去探一下 看到了门口有一个 一个双开门 要丢雷了 这个雷不好丢进来的 如果雷朝我们飞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跑 应该还有一个玩家 得继续小硬点 可以撇一颗雷逼下走位 然后我们直接从门口跳过去 不丢雷的话 有可能直接跳出去 就被打 到掩体的距离有点远 果然 另外一个双开门有人架着我们 然后撇颗雷 接着去逼走位 直接跑到了屋子里边 确定 确定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把队友叫过来了 把队友叫过来以后 看看 一会儿万一没打过的话 让队友补个枪 在里边不漏了 可能事实上东西比较多吧 看到他往门口丢了一个大紫包 实际上货应该不少 这个人也被挺光了 不出意外话 应该就在里边架着我 我身上只带了4颗雷 丢没了 已经没有手雷了 只能 去蹲下按右侧身 一点点去找他了 我这还有 我这还有5颗 先尝试一波 死了 还好打掉了 把附近倾向点 他们应该是把黑卡房的人给清光了 你过来了 你过来了 我的雷卡 我从雷卡就过来了 OK OK 把队友叫过来以后 可以给队友舔包 队友连嘎了好几局 必须得让他舔得肥肥的出去 这游戏如果连嘎好几局的话 挺依上心态的 虽然这些装备不值什么钱 但是可以调整一下吧 东西比较多 他们还嘎了很多人 进来的时候已经发现他们在这里已经埋过东西了 可以帮队友分钱类 方便队友把包好好的舔一舔 你舔吧 你舔满了我再舔 那个后边人是我杀的 没事 你别动我给你 你就在里边舔 我把攻击全给你用过来 跟队友说完以后 直接开始运东西 直接分类 枪一坨 甲一坨 头盔一坨 把弹架什么的再一坨 让队友慢慢抠吧 我们一要当游戏中的好兄弟 让队友知道游戏大自得爱 一局让他软一天 弹架全是子弹你抠吧 这种待遇打游戏这么久 我从来没遇到过 希望有一天有人也会让我感受一下吧 队友实在是舔不下了 那边都不要了是吧 我们可以把地上东西再舔一舔 回去直接就卖了 实在是挡墨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缺的 但是打架不舔包 就失去了这游戏的灵魂 满满的一包 最后队友都走不动了 步伐很沉重 希望这一局让他暖一整天吧